蔡衍明基金会今年第四场找回爷奶的幸福感演唱会 7号在新城乡原住民多功能活动中心举行 而艺人、贝蒂、刘洋等人也陆续登场演唱 而台下的爷爷奶奶则跟着合唱 现场洋溢着老歌演唱会的气氛 蔡衍明爱新基金会今年第四场找回爷奶的幸福感演唱会 7号则是来到新城乡原住民文化举行 包括艺人贝蒂、刘洋、康亚兰 燃如姐、蒋荧光、安妍玉等人陆续登台演唱 台下爷爷奶奶跟着节奏一起来同唱 现场洋溢着气氛 今天一家的合理特别老师 想来感谢蔡衍明爱新基金会 来到新城乡办理工艺演唱会 长辈们专心聆听神情陶醉 今天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 爷爷奶奶的秀福感 我一进来说说看到黄金娃大哥他非常地秀 黄建宗大哥两个都很秀 我说你今天怎么出现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很少参加这种地方的这种活动 这表示大家都有的年纪 我今天看到他几乎是阿公阿嬷来的 那大家不要气 年纪越大越有怎么样 越有回味 越有回味 回味怎么样 过去的歌星、影星 今天来到我们新人样 我们要觉得我们自己要有幸福感 对不对 掌声谢谢他们好不好 我希望我们今天下午表演能让各位 有的美好一个下午 大家都能够身心都非常的愉快 健健康康康 谢谢大家 来见大家谢谢 董事长蔡英明热爱台湾 推崇孝道不予利 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善事 希望借此能够给长辈们带来快乐 也希望台湾能够安定和谐 而蔡英演出的艺人都不受演唱酬劳 当作是一日志工 祭祝教官 行热爱台湾